必知五谷杂粮功效,漂亮从内而发,好气色从内调开始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养生者,就应该懂得如何搭配食物,均衡营养。 早在《皇帝内经》,素问中就提出了五谷为养,五果为柱,五序为意,五菜为冲,气味和而福之。 以补精益气的饮食调养的原则,同时也说明了五谷杂粮在饮食中的主导地位。下面是一些五谷杂粮的功效介绍,有需要的伙伴可以了解下。 1.红豆 功效,健脾益胜,养心补血,消除水肿,清热解毒,利尿未干,性贫偏凉。 2.适合人群,水肿人群,哺乳其妇女。 不适合,尿瓶者,被蛇咬伤者。 2.黑豆 功效,属于滋补佳品,有清热解毒,补血养肾,抗老防衰,养阴补气,滋补明目,驱风防热,活血解毒以及雾须法等药用。 3.适合人群,脾须水肿,脚气浮肿患者。 不适合,痛风,湿气重的人群。 3.玉米 功效,利水消肿,健脾纸线,美白肌肤,能够帮助保持人体皮肤光泽细腻,消除粉刺,色斑,改善肤色注意,性良,不宜宜骂其食用哦。 适合,癌症,关节炎,浮肿患者。 不适合,运早期,汗少,便秘者。 4.花腰痘 功效,补血,增强免疫力,防衰老。 适合人群,贫血,水肿人群。 不适合,尿贫者,被蛇咬伤者。 5.赤小痘 功效,胃肝性瓶,消水肿,清热解毒,降压降脂,润肠通便,催乳,健美减肥。 适合人群,水肿人群,风湿热壁者。 不适合,行受体虚急久病者,内热火望者。 6.小米 功效,健脾汗胃适合慢性胃炎,胃溃疡患者食用,助消化,醋安眠,补血易脑,除热解毒。 适合人群,一般人均可食用。 不适合,气质者,体虚,小便轻长者。 7.绿豆 功效,胃肝性凉,清热解毒,解暑,抗过敏,沥水。 适合人群,一般人均可食用。 8.黑芝麻 功效,胃肝性瓶,提升气色,淡斑,改善记忆,提高大脑发育,通便排毒。 适合人群,一般人均可食用。